边境相当紧张 移民无视于前方的铁丝网 彼此手牵手搀扶要渡过河流 因为这一波移民是以委内瑞拉人为主 他们先是搭公车 再搭着货运列车到边界 然后从德州跟加州的边境 想要进入美国 但是美国现在也难以附和 这么多移民了